柯文哲备战2024总统大选布局国内外 对此在这个队外 他在4月8号要展开围棋三周的访美行程 而队内从3月中开始更将启动下乡的计划 但先前柯文哲参与白沙豚妈祖进乡 传出在云林跟县长张立善合体时 其实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曾经联系两人 希望共同出席来营造郭柯同台的氛围 但没想到被柯文哲给拒绝了 对此国办拒绝回应 而柯文哲则是透过进办发言人强调 主席希望宗教活动不涉及政治 但否认让郭台铭持闭门羹 上个月中柯文哲白沙豚妈祖进乡行教 云林县长张立善亲自接待 但其实这场会面传出原本应该有第三位大咖 鸿海创办人郭台铭 传出原本郭台铭询问张立善 但柯文哲自己能否到场营造郭柯合体氛围 没想到柯皮认为政治秀味道太浓 亲自婉拒 有没有因此引爆郭董不满 传言满天飞 宗教活动 因此柯文哲主席希望能够 切此来多跟民间交流沟通 不涉及政治 没有所谓的郭银来跟柯银联系 还是并能跟活动结束之后 柯主席有跟郭董来联系 不过郭董认为实际比较敏感一些 因此建议行程延后 柯郭两位其实他们都是直接互动 直接对口 那互动良好 其实都不用透过幕僚 民众党一口同声 郭柯互动没问题 但看在国民党立委眼中 两人裂痕 却恐怕是蓝营转机 国民党一定会结合 所有非律的力量 柯文哲主席没有错 他当然也想选总统 但是总统就只有一位 所以在这个部分 我想还是会持续来努力 另外柯P总统大选布局 传出已经锁定前副手 黄珊珊担任竞选总干事 更将在三月中开始下乡之旅 但名称是柯P来了 还是爬爬噪 依旧讨论中 将在16、17号先造访彰化 更要到养鸡场抢工缺淡议题 试水温后 等到访美正式回台 柯文哲国内竞选行程 也将全面启动 记得陈武强刘成为 台湾到 中文哲国内竞选行程